台北市议员侯冠群在五都选战当中意外落马 今天是落选之后第一次露面 是召开八年市议员当中 生涯里面最后一场的记者会 畅谈老人照护的问题 不过记者会的现场跟以前不大一样 没有准备海报 不晓得以后侯冠群的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我未来会更好 待会我现在还不能说 下一步还是秘密 但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 侯冠群召开八年市议员生涯的 最后一场记者会 那么薪水领到明天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 善尽市议员的这个义务 没有记者会海报 没有大批媒体 记者会现场的祝福花篮格外显眼 侯冠群看来似乎也格外落寞 我又不能够装的一副 装的一副好像很超脱的样子 因为多多少少 你花了八年的青春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依依不舍吧 但是感伤是不会了 即将离开市议会 本来的办公室让给太太 李燕秀使用 人生本来就是一步一步在走 不能够等你想好再走下一步 我已经在走了 侯冠群透露新工作 在台北市离议会不远 跟两岸文化教育有关 人生跑道向哪转弯 暂时还不打算公布答案 这是我刘碧环一芬采访报道